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8月1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岸头条 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 31日在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发布公告表示 鉴于当前两岸关系 决定自2019年8月1日起 暂停47个城市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旅游试点 此前自2011年6月28日 上海、北京、厦门三个城市率先开放赴台个人旅游以来 开放了5批一共47个城市 《解放军报》31日刊发评论文章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 文章指出 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 坚决捍卫祖国统一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国愿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是 面对外部干涉势力 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 面对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的猖獗行径 中国军队 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强注实 必须做好一切准备 为捍卫国家主权 统一 领土完整 提供战略支撑 据台媒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阵营幕僚 31日证实 柯文哲将成立台湾民众党 创党大会将于8月6日举行 柯幕僚指出 成立政党的目的 当然就是拼明年的民意代表选举 实习区域与不分区席次 台湾民众党都会提名 另一据报道 前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在国民党初选败阵后离台多日 于昨日低调抵台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上